藏三快醒醒 小五 你居然打我 我不活了 三哥别闹了 你还不知道吗 小镇突然出现了诡异的暴风雪 海水瞬间结冰 好多人都被冻成冰雕 整个小镇都被冻成冰雕覆盖了 再不跑我们就要BBQ了 我去 大家居然都被冻成冰雕了 我们得赶紧逃离这里 三哥 我好冷 小五 小五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艾莎公主 按照您的吩咐 樱花小镇现在已经被暴风雪覆盖 所有小镇居民都已经变成冰雕了 做得很好 我就是要让他们全部变成冰雕 可是公主 我刚才还看到小五和唐三也变成冰雕了 他们和你不是好朋友吗 他们才不是我的朋友 自从人与公主来小镇之后 那群人类就不喜欢我了 说我唱歌难听 就连小五都说我没有人与公主漂亮 只有人与公主才是樱花小镇的一百分女神 那在小镇彻底冰封之前 要不要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相信只有您才是一百分女神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放下